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越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20年的Paper 2 第33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Figure 顯示了Graph of Y 等於AX 次方 還有Graph of Y 等於BX 次方 按SAM Rectangular Coordinate System Where A and B are positive constant 即是正常數 如果Graph of Y 等於AX 次方 If the Graph of Y 等於AX 次方 is the reflection image of the Graph of Y 等於BX 次方 with respect to Y 次方 中文的同學就這句 同學同學自己看 他說這兩幅圖像是對應於YS Y軸是反射的圖像 即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我用highlight 即是說這條黃色線就是YS 譬如這條線 這個Curve 就是沿著YS 好像照鏡打過來 可以嗎? 他就問你Graph of Y 等於BX 次方 再看第一拍 由於時間關係 不如我們也不要揭來揭去 在這裏做了第一、第二拍 至於第三拍 還是我們拿單行指做 一定不夠位 在螢光幕右邊在這裏做 首先Option 1 究竟是正確的 我們在這裏看 由於我們留意 他問你A 是否小過1 其實我會看到AX 次方就是這裏 即是關於A的就是這條Curve 我們不如留意這裏的尾位 尾位是甚麼呢? 我留意到一件事 如果你有學過M2的同學更加好處 由於Limit X 趨向Infinitive 即是當X 趨向無限大的時候 不斷越來越大 你會發現 例如X 原先在這裏 就是這麼高 Y的Value就這麼高 但如果再大一點來到這裏 Y的Value就矮一點 再大一點 X 最大一點 Y的Value又再小一點 那你會不難看到 你會看到慢慢慢慢越來越接近 0 X 越來越大 Y 越來越接近0 所以其實即是甚麼意思呢? 按錯按鈕 不好意思 如果我們用Limit的定義去寫 我們可以這樣看 由於Limit X 趨向無限的時候 Y 即是AX 這裏說的 Y 即是AX 次方 其實你不難看到 它會趨向0 越來越接近0 所以你不難發現 A 會是一個甚麼數字呢? 我會覺得它是0.幾 小於1的數字 即是0.幾的數字 為甚麼? 原因就是 譬如次方越來越大 X 越來越大 Y 越來越大 Y 出向0 所以舉個例 A 是0.1 這裏是2 0.1乘0.1 就是0.01 如果這個3次 0.1的3次 就是0.1 乘0.1乘0.1 就是0.001 你想想 如果次方越大 出向無限的時候 0.1乘0.1乘0.1乘0.1 不斷承承承承承 那數字就越來越小 變成0.01 簡單說 A 不難猜到 所以A 其實是介乎在0至1之間 即是0.幾 換言之 A就是 就是 A是小於1 所以第一個選擇 應該是對的 所以立即搞定 可以嗎? 從尾位這裏 你就看到了 因為趨向0 至於選擇2 選擇也是一樣 選擇2問你甚麼? 就是B是否大於1 B在哪裏呢? 就是這條Curve 這裏 這個叫Y等於BX次方 而事實上 由於我也看到 Limit X 趨向 Infinitive 我想留意一下 尾位 這裏 當X越大 譬如舉個例 X在這裏 Y就在這裏 但如果X再大一點 在這裏 它又會再高一點 X再大一點 它又會再高一點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你不難發現 這條Curve 是這樣炒上去的 即是當X越大 它會越來越 Y就越來越大 所以 即是當Limit X 趨向無限 的時候 尾位 BX次方 會是趨向無限 你不難看到 在圖上 寫好一點 是無限的 由於Limit X趨向無限 BX的次方 會等於無限 所以 你不難發現 其實 B 我會覺得 應該是大於1 為什麼 因為 你是0.多 它就越來越小 當X無限的時候 B 如果是0.多 就越來越小 乘出來的時候 因為乘出來 越來越大 乘到無限 所以 其實 B應該是1.多 大於1 即是你當它1.1 1 1.1 再乘2次 即是X是2 就是1.21 就算 如果這個是3次 1.1的3次 就是1.331 如果出來看 你繼續按下去 你會發現 就算是1.多 你不斷 X越來越大 去到無限 整個數字出來 應該都會是無限 所以 B應該就是大於1 我會覺得 明白我在說什麼 所以正確答案 就是2 至於3 3 他問你A乘B 是否等於1 拋頭 也不知怎樣 現在告訴你 就是黃色這句說話 你可以拿來用 我有兩個方法做給你 不如拿一張單案子 先說 Math41 我就是用它 Reflecting with Respect to Y Assess 可以嗎 就是說 對著Y軸來做反射 不如我先說一點 題外話 在我LOOKS裡 我也曾經說過 舉個例子 我現在有一個十字架 想要夠XY Assess 其實 如果我綠色這條Curve 我用綠色筆 我叫它做Y 等於 舉個例子 這個叫做2的X次方 其實 紫色這條Curve 我會沿著Y Assess做反射 可以嗎 即是將綠色線 沿著Y Assess 黃色這條線做反射 即是舉個例子 這一點就寫到這裡 這個位置就寫到這裡 大家在這裡 互相射 真的不用射 大家見過這一點 而這一部分 就寫到這裡 我們對著Y軸做反射 對吧 這條Curve 我用紫色 或者粉紅色 其實這條Curve的名字叫做什麼呢 如果這個叫做Y等於2X綠色 2X次方 這個就叫做Y等於1over2 整個東西的X次方 可以嗎 即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這個是2 這個就是1over2 可以嗎 那2就照寫給它1over 明白我講什麼 那就是給它1over 其他東西照抄 明白我講什麼 所以 所以從這個示例度 我已經告訴你 如果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叫做2X次方 綠色這條Curve 那它的圖片 沿著Y軸做反射 這個粉紅色 這個 就不是叫2X次方 而是叫1over2X次方 明白我講什麼嗎 所以即是不難發現 現在如果好像這幅圖 你告訴我 它是沿著黃色的Y軸做反射 所以如果這個是BX次方 這個叫AX次方 那我們就馬上可以知道 其實這兩個A和B的關係 就是差1over 所以我們就憑這個 例子 或者我叫這個 例子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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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跟B的關係 就是1over 所以 其實 換言之 你把over的B 整個旁邊 就變成AXB 右手邊 就留下1 所以 其實AXB 就等於1 所以 3這個option 都是正確的 可以嗎 所以我先拿它 即是說3個option 正確答案 就是D OK 當然 我說有兩個方法給你 這個就是第一個方法 去判斷第三個option 是正確的 至於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我都想說 你都要認識 如果你真的沒有外賤 亦都不知道 原來他們的關係 原來沿著Y軸做反射的時候 的關係差1over 你還有第二個方法 就是怎樣 就是 Comparing Y軸做反射 怎樣Comparing 因為他現在問你AXB 即是A的1次方 和B的1次方 乘乎是等於幾 那我就硬硬把X是1 是不是 那你就出到B出來 是不是 所以我就硬把1 濕到X X等於1 那X等於1 那X等於1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在這裡拉曲線上去 拉曲線上去 這樣拉過來 就在說這一點 而這一點我用藍色筆 不如 這一點我們可以叫它做 1DOOT 我就想找它 這個位究竟是什麼 那這個位置我怎樣可以找呢 這個位置 1DOOT 是不是 那我就濕 現在叫做1Y 是不是 不如我不要叫它DOOT 叫它Y 好嗎 那我就做給別人看 就是濕這個1Y 就下去這個 叫做 這個Curve 就是Y等於BX 次方 如果我這樣濕下去的情況下 你不難發現 其實Y等於B乘以1 那就是Y就是B 來的 那所以其實這一點 其實真正正就是1B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更新它 這個叫1B 是不是 那當然 你看看 我現在在旁邊這裡 我老屈它叫做 負1 X是負1 那我就濕它下去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現在 這一點 我們也可以叫做什麼 把負1推上來 在這條Curve 拉回去 那其實這一點 就是可以叫做 負1 還有 我不知道它是多少 我想找它就叫做Y 所以這一點 你可以叫做負1Y 所以我就說 濕這個 負1Y 就下去這條Curve 就是Y等於AX 那 Y等於AX次方 如果你濕了下去之後 你不難發現 其實Y就會等於A 然後負1次方 而負1次方 那什麼叫做負指數 負就是1over 所以這一點 你不難發現 Y就是1over 所以 其實你得出了結論 其實這一點 就可以叫做負1 不用叫Y 就叫做1over A 所以我也更新它 這一點可以叫做負1 和1over A 而事實上 我也說 因為他們現在 紅色點也好 藍色點也好 都在形容這一點 所以你可以比較一下 Y位 這個叫做A 這個叫做B 這個意思 就是B 會等於1over A 所以換言之 B 就會等於紅色的1over A 而事實上 不再給那麼多Color 即是把紅色的A 由隨便乘乘的旁邊 即是說 AXB 最終極 就會等於1 等於1 整件事搞閃 即是說 連第三個想用這個方法 Method 2 都是對的 都可以做到這個結果 OK 可以嗎 所以正確答案 就是1,2,3 都對 就是D OK 可以嗎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這個就是Option1 Option2 的詳細做法 可以嗎 解了給你聽 至於Option3 有兩個做法 Method 1 在這裡 至於Method 2 在這裡 OK 可以嗎 好了 兩個方法 都值得參考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